南投縣的縣長林明貞 他把他的態度意向 表達得非常清楚 而且話講得很重 就是全民調 那麼民調低的 不要再亂搞了 那就退出去吧 我覺得這個話講得很重 而且講的態度 立場都很清楚了 沒有任何模糊的空間 我覺得這個是 我目前來講 看到縣市首長中第一個 表態這麼清楚的 如果說韓國瑜跟 柯文哲之間的一個關係 其實他們原來是 長官跟部署的關係 然後發展成為長官 跟朋友的關係 可是我已經隱隱約約的感覺 我們的媒體 好像要把他們塑造 形塑成為一個 與亮的情節 周瑜跟諸葛亮之間的關係 也就是說 開始在塑造他們兩個來 不斷的對他們兩個 來做對比的情形講 創造出一個與亮情節之後 這個戲就可以看了 因為這個三國字裡面 三國演繹中 玉亮是最好看的一部分 那一旦成為 魚也是他 亮也是他 對 那也就是一旦成為 玉亮情節的時候 發展到最後 那就是如果韓國瑜代表國民黨 要來出來征戰的話 我們都希望他們兩位 就是君子之爭 也就是說從長官部署 朋友到兩位真大位 用君子之爭 我想這個都是我們所樂見的 馬英九的講話裡面說 我是講的是2008年 可是如果是2020年 馬英九也要出來角逐的話 他面對韓國瑜 馬英九還是會睡不著覺 也就是說如果用全民調 他20明發那個聲勢 他都睡不著了 現在當然更睡不著了 對 一定睡不著覺 所以這個馬英九 也間接的講出來說 如果我2020年 也要角逐國民黨的候選人的話 如果韓國瑜也要出來 那我還是真的會睡不著覺 朱立倫講話就很多想法 一切都歡迎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如果這是一個誠心之論的話 那麼朱含沛你一切都歡迎 韓朱沛你也應該要歡迎 因為你說一切都歡迎 一切都歡迎 那韓朱沛也是可以接受的 那你也應該要公開的宣布說 因為這是朱立倫自己的講法 有很多想法 所以這個記者的問題問得不好 記者問題問說 應該問說韓朱沛這樣可不可以 對 如果是 所以我覺得記者可以補 可以再找機會問一下說 你上次講說 有很多想法 一切都歡迎 那現在是韓朱沛 請問朱市長 你的看法怎麼樣 他如果還是標準答案說 一切都歡迎 我們就覺得朱立倫 可以開始進入考驗了 這個是朱立倫的挑戰 但是我回到前面一個 我一定要再度的 跟我們的觀眾朋友 還有跟我們藍營的好朋友們 溝通一下 我覺得美國政府的判斷裡面 是他們的智庫 我在美國之音接受訪問 或者專門訪 或者是去參加他們的節目 實在是太多了 但是我強調一點 美國之音確實像 胡云所講 他是美國政府 所以他有很多的地方 是要代表美國政府的一個立場 不過我提醒韓國瑜就是說 你一旦去一個學術單位 汉學研究中心 去學術單位 汉學研究中心的時候 你的發言講話 如果你專門談你的高雄市的 選舉經驗 我覺得這個很好 因為你的選舉經驗 就是田野調查 是在做建立資料中 非常有價值的一份資料 但是如果你要談兩岸關係的話 可能書再努力 再回復一下 複習一下 複習一下在東亞的時候 我們老師在教我們的時候 的那一些整個 中國近代現代史兩岸關係 那個時候有沒有這三個理論 他論文裡面好像沒有 這三個理論 沒有 這三個理論走不下去 走不下去 所以在一個高等的 學術研究單位裡面 不要隨便提出理論 因為理論是要經過實踐檢驗的 而且要實踐檢驗的邏輯性要很強 談一下 因為他強調的是兩岸關係 強調是兩岸 台灣跟大陸之間的關係 既然是強調是兩岸關係的話 第一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 蔣介石時代 統一是主旋律 統一主旋律 兩岸都是在主當統一 兩岸都主當我們都是中國人 所以都是用武力來統一 什麼時候蔣介石才不要統一 就是在1966年 他的這個八二海戰 然後一直到烏丘海戰失敗以後 他發現他真的沒有辦法 再用武力來統一中國了 武力統一 所以統一是兩岸的主權率 因為那個時候 蔣介石準備了50萬大軍 50萬 第一波是20萬大軍 所以那時候恢復軍性制度 整個台灣瀰漫的就是 三年準備 五年反攻 我們要反攻大陸 一直到1966年 那個時候統一論在台灣慢慢的 武裝統一論消失了 不過這三個階段都是 六七零年以後 所以就是 它是60年以前 那麼七零年代的時候 是蔣經國時代 蔣經國時代的時候 就出現了黨外運動起來了 黨外運動起來了以後 兩岸之間是政治統一 但是在台灣的內部的時候 是要打擊三合一敵人 主要的就是要對於台獨 跟對於這個黨外運動 要把它撲滅 那麼間接的才是 第三號敵人才是大陸 才是反攻 所以在70年代 蔣經國時代的時候 台灣的內部裡面 主要是要反黨外運動人士 反獨 但是這個部分裡面 兩岸之間 大陸對台灣來講 還是主張統一 而台灣的內部是要反獨 我覺得這一點是在蔣經國時代 什麼時候 這個統獨成為兩岸之間的問題 李登輝時代的時候 台灣的內部統一的聲音不見了 只有獨的聲音 大陸取代台灣 原來反對三合一敵人要打擊 也就是大陸取代台灣的國民黨 台灣的國民黨原來是反獨的 後來台灣的國民黨不反獨了 然後大陸取代台灣的國民黨 開始反獨兩岸的關係 就變成大陸反獨 台灣的民進黨主張獨立 國民黨保持安靜 所以我個人是會主張 就是韓國瑜既然要到哈佛大學 要去做演講 如果你要談到兩岸關係 可能呼吸一下 你在東亞所受的訓練 但是如果你要談高雄的整個 把顏色的結構改變 政治的地方的生態改變 我相信韓國瑜的發表 是有權威性的 主持人我可不可以補充一下 我謝謝唐議員剛剛提到太陽花 我為什麼希望他換一個例子 就是現在國民黨還有人 太陽級的 打麻將級的 當年跟太陽花的一搭一唱 希望大家不要忘了 第二就是剛剛賴教授 提到給韓國瑜的進行 我覺得非常好 但是我對韓國有信心 就是他如果要演講那東西 應該是游刃有餘 但是柯文哲應該聽 剛剛賴教授的那一段 我想鍾佩軍很清楚 他以前在採訪柯文哲 柯文哲問他就抓頭 不然就莫洩 下一題 還有一招說你是哪一台的 這我都會 這要是 你也可以當市長 這個東西我講 對 我跟你講 美國人不吃這一套 你跑到我這邊來 然後你問他下一題 這一題都還沒答下一題 不是台灣的名字這麼好糊龍 所以柯文哲如果他真的要去 美國那些智庫要做好準備 今天早上有人問韓國瑜說 你跑到美東 因為波士頓在美東那麼遠 你要不要順便 如果華府的智庫要請你 韓國瑜說如果有時間安排 我就去 這如同賴教授講的 去哈佛大學 可能是比較學術性的演講 如果他加一個行程到華府 那個DC的話 意思就完全不一樣 因為很現實 你到那邊你去了哪裡 見了誰 美國有一些智庫 他是我們 不是我講 他們AIT退休的官員 就跑去智庫認識 也很多 所以觀眾朋友 我不是反美跟仇美 但是我呼應剛剛主持人提到 那些打麻將想要選總統的 你看人家來邀請韓國瑜 沒有邀請你 那你還要選嗎 奇怪 你不是比他資深嗎 那個是學術研究機構 對 我的意思說 那是表示美國對你的重視 我的意思是這樣子 我給大家看這個照片 這個當然也是給視為一個 因為他要發紅包 這是我從聯合電子報 抓一個專題 這是蔡總統 這邊 這是之前的 發紅包的照片 我們看下一張 這是柯P 柯P是這樣發紅包 我們看韓國瑜怎麼發 韓國瑜是這樣發 韓國瑜是彎著腰 非常親切的這樣子拿 這差別在哪裡 你看三張排在一起 謝謝聯合電子報 我這三張都還沒抓過來的 蔡總統是站著直直的 柯P也是站著直直的 韓國瑜是彎腰 接地氣 接地氣 你親切牌這麼久 給我臉書 我雖然我也很疼 還被他摸頭 但是我看到你 我彎腰去跟你感謝 這個就是發紅包 觀眾朋友你再看一次 蔡總統的態度就是這樣 我就站在地 我是總統 我是市長 我是這樣 韓國瑜的態度是這樣 不過韓國瑜這個容易受傷 對 當然 他手已經受傷了 已經拉傷了 已經受傷了 所以我聽說 那是他的一個 所以主席我本來希望韓國瑜 他從競選模式 轉到執政模式 但是我現在改變我的講法了 就用競選模式 一路拼到2020 這樣比較整齊 因為 我剛才中市聯合報的 我你看這個 這不一樣的 這跟那個不一樣 他是不是這個姿勢 不同人 姿勢是一樣的 再看一個 來 這小朋友 被他摸頭小朋友 他的注射什麼樣子 都一樣 他擺七點前的 你們看都知道 這就不會好笑的 但這個態度會 你把紅包 曾志偉學會了嗎 曾志偉學會了 知道怎麼發了 謝謝 謝謝 沒有 我跟你說 這是一個生意 人家擺這句 不是為了那10塊 是說要幫你碰到 幫你塞哪一 不該這樣擺 所以我說韓國瑜 他就用繼續這樣 用競選模式 繼續拼下去 一路往2020前進這樣 我要補充一句 柯文哲 關於柯文哲那一點 我認為柯文哲 除了想要沾韓流 因為沾熱度 繼續蹭他這個熱度以外 我認為很重要一點是 他現在跟韓國瑜 去保持友好關係 恐怕比他組不組黨 這件事情還要重要 因為大家不要忘記 台北市黨選舉 柯文哲非常希望 到時候 因為韓國瑜是國民黨籍 所以國民黨 不管未來的總統候選人是誰 韓流一發威 他柯文哲就只能靠邊站 所以他現在想要用各種方式 去對韓國瑜示好 希望韓國瑜儘量減少 他對國民黨的助攻 我認為他有這種用意 就是他看得出來 韓國瑜是一個很重感情的人 就是因為很重感情 所以當他對韓國瑜 釋出善意的時候 韓國瑜很可能到時候 不好意思對柯文哲 攻勢那麼淋靈 我認為柯文哲是看準的這一題